自从相似和盘见了你 就像那春风吹进心 我要轻轻地向你 不要把我忘记 各位朋友你好 今天的美相约 您可以看到 我的面前摆了很多什么 高跟鞋 我算一算总共是13双 根据这个统计 日本的女孩子 每一个人平均有12.6双 当然跟法国人比起来 这样的一个数字是很低的 因为法国人非常重视女人 一定要穿高跟鞋 几乎是全球里面 最爱穿高跟鞋的国家 就是法国了 那我跟日本人比起来 是差不多的 我也喜欢穿高跟鞋 可是提起高跟鞋的历史 在网络上面你查起来的话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每个说法都不一样 我个人比较欣赏的说法有一种 比较疑惑的一种说法也有一种 到现在为止还是不太清楚 我们就先来讲中国的这高跟鞋来源 他们说中国高跟鞋是从唐朝开始 为了登山方便 所以穿上了高跟鞋 李白提到了高跟鞋 鞋鞋的鞋 我怎么想都想不通 上网也查了资料 找不到高跟鞋的样子 但是这是一种说法 所以中国当初穿高跟鞋 是为了登山方便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 是我比较欣赏的 他说在古代欧洲的时候 很多城市 因为它没有下水道 没有这样的系统 所以下雨的时候 很容易淹水 而很多家庭里面的那些尿 屎就全部的往马路上倒 那么也因此一下雨 这些水就变得很脏 所以为了要避免到弄脏袜子 裤子裙子就发明了跟很高的鞋子 所以叫做高跟鞋 但是也有人这样说 路易十四 因为他个子非常的矮 他为了要显示他非常有权势 非常说话有力量 所以他就叫他的工匠 打造了高的跟鞋子给他 让他显得是一个有权力的人 这也是另外一种说法 另外一种说法 高跟鞋不是女性穿的 是男性先开始穿高跟鞋的 所以他们要骑马 然后他们就要跳上马背上面去 然后把脚放在两侧之间 这样穿进去的时候 为了方便蹬马跟骑马 就发明了鞋跟比较高的鞋子 所以高跟鞋是男性先开始穿的 那实际上高跟鞋的变化很多 刚开始的时候是不可以漏脚趾的 因为漏脚趾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所以一直到了差不多17世纪之后 才开始有漏脚趾的鞋子 还有蝴蝶结也是17世纪之后 才出现了高跟鞋的这样子的一种设计 我记得有一位很有名的设计师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 不穿高跟鞋的女孩子 怎么样可以称得上性感呢 多少年了 你过着同样的生活 说着同样的话语 逐渐失去了生活的乐趣 逐渐失去了生活的享受 其实你有能力也有权利选择 我是伊娃也是美香 珍惜自己这是你的新选择 在我到上班以前 我都是穿平底鞋 我人生里第一次穿高跟鞋之后又不穿了 是因为交了男朋友 所以高跟鞋是有一段 我初恋男朋友的故事 那个时候我的男朋友呢 178公分之高 我呢 大概只有156公分 我们约会出去 我记得我啪啪啪啪 穿了这个球鞋 就下楼了 因为那时候我租的房子在二楼 我就跑下去了 他看了看 因为我们要去逛西门顶 然后他就说 女孩子怎么不穿高跟鞋呢 我就跟他讲说 我没有高跟鞋 他说你今天就去买高跟鞋 所以呢 那是我人生 第一次因为被男孩子嫌弃 他觉得矮个子的女孩子 一定要穿高跟鞋 会让他觉得比较像女人 所以我是为了 女为月吉者容 第一次穿上高跟鞋 可是当我跟这个男朋友分手 找到工作以后 我就发誓 再也不穿高跟鞋 所以呢 你以前看我 除了主持节目之外 我基本上不会去穿高跟鞋的 我大部分都是穿平底鞋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不会介意自己 个子比较娇小 等到后期呢 开始要主持电视节目的时候 我才发现到 原来身高很重要 不管你口才再好 在我们那个年代 第一皮肤要白 我已经不及格了 第二呢 个子要高 那更不及格了 所以啊 去主持电视节目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我不穿高跟鞋 是不可以的 因此我就开始猛穿高跟鞋 那我就研究老半天 为什么人一定要穿高跟鞋呢 哦 我发现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黄金比率 因为我们人呢 不是每个人都很幸运的 头啊 半身啊 还有脚啊 都会长得这个符合黄金比率的条件 所以当你穿上了高跟鞋之后呢 哎 你大概多了那十公分八公分 你这整个手跟脚跟头就会平衡了 所以这是为了黄金比率 所以我们要穿高跟鞋 不过这黄金比率是谁定出来的 我也不太清楚 后来第二个我发现到 你鞋子高的时候 你说话的时候比较有底气 哦 我就了解到 哦 原来这些国王呢 都是个子比较矮的 所以我就去研究 很奇怪 国王很少个子高的 有能力的人也通常都是矮个子的 所以人家讲说矮啊矮啊 一肚子坏水啊 或者是比较聪明的人个子比较矮 反正高的人呢 虽然看起来很高 实际上可能显得比较笨一点 那我就在想 秦始皇到底算高还是矮 我记得李白是高个子的嘛 因为他是匈奴还契丹人对吗 匈奴跟契丹人应该是很高的 可是你看 他流传了这么多年 很棒的诗词 他应该是智商高的人啊 但是我们知道矮个子人发明高跟鞋 是为了增强自己的权势 增强自己的信心 所以这高跟鞋的发明 也是因为没有信心所造成的 所以你看我有13双高跟鞋 所以信心低落到此 真的是无药可救 对吗 可是我也记得以前 有一个这个菲律宾的夫人 他有整个百货公司这么多的高跟鞋 我看他的这个信心指数 已经是负数到了几点了 所以你回家可以数一数 你的高跟鞋究竟有几双 来代表你的信心指数到哪里 还有一个那就更有趣了 有心理学家说 女性穿上了高跟鞋以后 站起来呢 胸部会挺 臀部会翘 腰会变小 然后呢腿会拉长 会增加男性对你的欣赏 也就是跟性有关系啊 就是说你可以去吸引男生 可以招风引蝶 所以这么多13双高跟鞋 到底招风引蝶了多少人呢 发现到成绩是跋散可乘 所以这所有的一切 在我这里都不管用 不过我仍然有13双高跟鞋 那么提到了这些高跟鞋的故事 各位可以看看这双高跟鞋 是我最常穿的 因为它方便 它简直就像拖鞋 可是因为拖鞋是平底的 仍然不能够显出我修长的腿 所以我就穿了这双 可以让我看起来比较修长的拖鞋 那么这两双鞋呢 各位看看 它真的是名家设计的哦 名家设计的 因为别人的跟都是这样 对不对 它的跟在脚心板的中间 这双鞋看起来虽然漂亮 各位可以告诉你 这双鞋穿起来非常的痛苦 我每穿一穿 就要另外拿一双鞋 要不然就是走一半 我就要打赤脚 因为我实在受不了 因为它的这个支撑点是在中间 不是在旁边 所以这就让我想到 清朝所穿的那种鞋子 听说它的支撑点也是在中间 他们怎么能够忍受得了 而且这里面有个笑话 当我选这两双鞋的时候 我觉得好开心哦 我觉得好漂亮啊 好特别哦 我就马上去付钱 就发现好像是七八百块 哦 不是八百块 是一千两百块一双 然后呢 我走到那边的时候 两个原因 我眼睛一闭 我就付了这个钱 原因是因为 第一它实在是太漂亮的设计 第二个是 我那个小姐已经 已经 我已经排到那 后面一大堆人要付钱 我不可以说我不要买了 所以我就拥有了一个 非常贵的 一千两百块的鞋子 在我身上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那么这双呢 是我在纽约买的 纽约的一间设计公司买的 高跟鞋 它虽然并不是非常非常漂亮 可是它是高跟鞋里面 穿起来 我这么多高跟鞋里面穿起来很舒服的一双鞋子 所以我非常的喜欢它 那么还有呢 这一双 这一双 各位可以看到 它跟我征战多年 就是说我主持节目啊 或者是一些拍摄 我都很喜欢用那一双 因为它性感又高贵 我觉得非常的好 然后呢 我的脚 腿 还有脚背 长得不难看 所以我喜欢买透明的露出脚背的鞋子 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只是想告诉你 要买高跟鞋呢 一要了解自己穿高跟鞋的能耐 第二个 看自己能够穿多少 因为我刚才制作人帮我量过 我的高跟鞋每一个都超过四寸 就是大概都有四寸高 就表示说我可以穿四寸高的高跟鞋 主持节目啊 跳舞啊 跑啊 我都还算行 那么再来一个就是你要对你脚好不好看 脚趾长什么样 一定要很清楚 因为有时候我去买鞋子 我发现到有些女生的脚是 脚趾头是开着的 可是她就要买那个露脚趾的鞋子 这是很不恰当的一种做法 那么我有这么多高跟鞋里面 有一双我特别要跟各位讲的 这双脚恨天高 是非常非常高 据说有16公分之高 那她呢 是当我穿很长的长裙子啊 可以盖住的时候 我一定穿她 因为她会让我简直是100%的黄金比率 接下来想跟你谈一下12星座的女孩跟高跟鞋的关系 说实在的 我上网去查资料的时候 非常的惊讶 发现啊 12星座里面 大部分的女孩子都不爱穿高跟鞋 但是每个人不爱穿的原因 有一点点不相同 例如说像白羊座 因为他们是很冲动的 遇到事情马上就有反应的 那么高跟鞋会束缚他们 会让他们觉得有这个穿了以后 会有点危险性 走路会变得比较慢 所以非不得已 他们不会穿高跟鞋 那么金牛座呢 她也是不喜欢穿高跟鞋的一个人 因为呢 她会计算安不安全 这双鞋到底安不安全 如果她觉得安全了 她会穿 她觉得不安全 她就不会穿 因为金牛座向来就是精打细算的人 那么双子座 他们是一个在所有星座里面 最有好奇心的女孩子 所以高跟鞋他们会试穿 但是高跟鞋的好奇心一过之后 他们就会穿回平底线 至于说她会不会继续再穿的话 就看这双高跟鞋能不能够继续引起她的好奇心 巨蟹座里面基本上巨蟹座很喜欢居家的 是最不爱穿高跟鞋的 她觉得还是穿平底鞋比较舒服 但是呢如果为了上班穿一穿 她是会忍耐 那么狮子座的人呢 是一个很爱面子的星座 他们不喜欢穿高跟鞋 穿了星座会长N个水泡 他们还是会穿一下的 但是你心里问她喜不喜欢穿高跟鞋 她不喜欢 那出女座的女孩子就有意思了 出女座的女孩子呢 也是喜欢平底鞋的 可是因为工作啊 或者是特殊状况啊 你要她穿她穿给你看 而且她比上面所有星座女孩子穿起来 好像很厉害穿高跟鞋 她都会表现了说 她好像能够驾驭这高跟鞋 不知道穿多少次 搞不好这是她第一次穿高跟鞋 所以不要被处女座骗了 那么天秤座啊 是所有星座里面 最适合最会最爱穿高跟鞋的星座 因为通常他们都有美好的身段 所以他们很适合穿高跟鞋 穿了以后也会让他们美丽 那么天蝎座穿高跟鞋 基本上是为了要增加神秘感 个人的喜好对他们来说 根本就没有作用 只是为了要增加神秘感他们穿 射手座呢 说实在话 我是射手座的 射手座的人根本最好是不要穿鞋 他们很喜欢打赤脚 根本就不喜欢穿鞋子 只要能够束缚他们的东西 他都不喜欢 所以我刚才不是已经跟你暗示过吗 我穿高跟鞋第一次是被男朋友逼的 第二次是为了职场跟人家竞争 最后第三是为了增加权力感 实际上这些东西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 打赤脚是我最喜欢的 那么摩羯座的女孩子 基本上事业心都很重 如果你跟她讲 穿上高跟鞋会有女强人的感觉 她一定给你穿的 那水瓶座是这样子的 这个鞋子吸引人 即使是恨天高她也穿 因为她穿是为了设计 不是因为她喜欢高跟鞋 双鱼座是在十二星座里面最温柔的 说实在的 我觉得双鱼座的女孩子最好笑的就是 她不会选择那种太高的高跟鞋 如果太高的话 她不会穿 她很容易摔跤的双鱼座 但是只要你把这双鞋子 跟浪漫的故事绑在一起 双鱼座的女孩子就会穿了 所以你要卖鞋子给双鱼座的女孩子 一定要编一个什么可以流鼻血 或者是流眼泪的故事 她就一定穿了 这就是十二星座的女孩 跟高跟鞋的故事 好了 今天每项约跟你聊天到这里 希望下次再跟你聊聊天 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利的呼声